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此,没有人敢出声 只要有个天真无险的小孩揭发了真相 大家才如实重负,松鼻口气 那一开始呢,大家都知道 国王没有穿衣服是属于共有知识 意思是,你知道,我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你知道 你也不知道,我知道 等到小孩揭发真相之后呢 国王没有穿衣服就变成了公开知识 意思是,你知道,我知道 我也知道,你知道 你也知道,我知道 国王没有穿衣服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情 那如果是没有那么明显的事情呢 有些事情可能需要经过一番思考 才会发现有可能为假 这时,如果你被表象所迷惑 少了进一步思考 很可能会采取另外一种逻辑 因为没有人质疑 所以一定是真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小明平常喜欢跳课 考试成绩也不好 有个人打架,常被记过 那小华呢,很认真读书 平时考试成绩也很好 还速度当选模范生 结果国中三年下来 总评选的结果 小明居然是第一名 小华只是第二名 这件事情非常离谱 可是更离谱的是 所有的老师都没有人提出异议 包括那些跟小华很好的同学 也都没有人替小华发声 提出抗议 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情可以分两方面来看 对于小明的父母或是斯党来说 他们喜欢小明 当然喜欢小明得第一名 于是他们会采取上述逻辑 因为没有人质疑 所以一定是真的 那这句话呢 要成立必须有一个前提 假的事情一定有人质疑 这个前提如果为真 我们就可以推出 既然没有人质疑 那事情一定不是假的 换言之就是真的 不过呢 国王的心意这个故事 已经告诉我们 假的事情一定有人质疑 这句话是不一定成立的 因为大家都不想 被当成愚蠢的人 或者有另外一种可能 有一股巨大的力量 把大家都给收买或威吓 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出声 那既然前提有问题 推出了结论 当然也是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小明的父母或斯党 会采取 因为没有人质疑 所以一定是真的这种逻辑呢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 他们基于个人主观情感 真心的相信小明 是有潜能的 是会得第一名的 这一次拿第一名 只不过是 还小明一个公道而已 第二种可能是 他们也知道 小明不太可能得第一名 但是他们又私心希望 小明可以拿第一名 这里出现了所谓的 认知失调 意思就是 有两种不一致的认知 让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这时 他们会采取 因为没有人质疑 所以一定是真的 这种逻辑 而让理性这一面得到说服 以便支持他们的情感面 这样就可以摆脱 心里紧张的状态 那从小华这一边 要怎么想呢 小华很清楚知道 自己是被做掉的 对于那些支持小明的人 会搬出 因为没有人质疑 所以一定是真的 这种说法并不奇怪 比较奇怪的是 为什么其他老师 以及平常支持自己的同学 都不吭声呢 小明很清楚知道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自己是被做掉的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 有一股巨大的力量 可能是威吓 可能是收买 让大家都净若寒蝉 不显怕事的人如此 连一些平常看似 有正义感的人 也都投鼠忌器 选择沉默 由此可知 不同的逻辑思考方式 得出的结论 可能会天差地远 假的事情 为何没有人质疑 跟因为没有人质疑 所以事情不是假的 是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 那这两句对照的话呢 也可以修改一下 好人为何有人质疑 跟因为有人质疑 所以一定不是好人 是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 例如你是您公司主管 你底下有一个超级业务员小花 结果呢 连续好几天 都有人来打小花的小报告 你会怎么想呢 你可以这样想 小花明明很优秀啊 为什么那么多人 会打打小报告呢 哦 原来公司有一群 爱嫉妒别人 又爱搬弄是非的小人 身为主管的我 一定要小心防范 这群小人继续造谣上市 你也可以这样想 小花明明就很棒啊 为什么那么多人 会打她小报告呢 小花可能真的有点问题 她又做得不错 会不会是用了一些 不正当的手段 一旦你这样想 你就成了一个 天性小人常言 缺乏世人知名的主管 这样一来 许多优秀的员工 就会纷纷离你而去 好 那今天的话题呢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订阅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你 哲学是我的左脑 音乐是我的右脑 我是艾尔嘉 我们下次再见